欢迎来到白羊说动漫的频道 龙珠中弗丽莎作为反派 被未来特南克斯杀死过一次 但是在剧场版中又复活了 随后又被超然悟空杀死一次 结果又因为参加力量大赛很卖力 最后又被维斯复活了 布罗利剧场版中弗丽莎又一次登场 格兰诺拉片中弗丽莎又一次展现新形态 可以说弗丽莎是混得最好的反派 同时还有魔人不殴也混得不错 邪恶之身的小不殴虽然被打败 但是却转世成为地球员欧布 善良之身的胖不殴成功洗牌 成为撒旦的得力小弟 然而同样适合弗丽莎以及魔人不殴 位列龙珠三大反派之一的杀戮 却是混得最差的一个 本以为杀戮死后就没有复活的机会 但是在最新的2022年剧场版中 我们看到最终Boss正式杀戮 本以为杀戮能借助这个剧场版洗牌 结果杀戮上演了没开恶毒 再一次被孙怒犯杀死 同样是因为孙怒犯领悟型形态 像原本的杀戮篇是因为16号几天 孙怒犯领悟超恶杀死杀戮 剧场版中因为比克几天 孙怒犯领悟野兽形态杀死杀戮 以至于就有一些朋友疑惑 为什么杀戮就不能洗白呢 毕竟弗丽莎也是因为出了剧场版 后来才有了洗白的机会 那么杀戮比起弗丽莎到底差在哪呢 第一点杀戮麦克斯不是原有的杀戮 剧场版中的杀戮和杀戮片的杀戮 两者并不是同一个人 被超恶孙怒犯打败的杀戮 只是还在地狱称王称霸呢 这就导致剧场版中的杀戮 没有和孙怒空等人有什么交情 要想洗白是很难办到的 因为无论是弗里莎还是魔人不殴等等 洗白之前都杀过很多人 但是凭借和孙怒空等人有交情 所以有了一丝洗白的机会 第二点没有进化完成是个失败品 都知道燕造人当中是存在失败品的 像17号和18号都是有毛病的燕造人 而16号则是真正的失败品 反观剧场版中的杀戮 因为没有改造完成就被唤醒 导致杀戮麦克斯成为了一个 失去理智的失败品 因此洗白的机会彻底的断送了 第三点孙怒空不在地球 仔细看龙珠中所有洗白的反派 不难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打这些反派时悟空都在场 并且都是因为悟空的圣母心 导致这些反派有了洗白的机会 像悟空打败比克之后 不但没有杀死比克 反而给了比克一格闲斗 还有悟空打败吉他 可怜要杀死败吉他时 结果又是因为悟空的阻止 败吉他这才可以活着离开 同时还有弗力莎也是 悟空打败弗力莎之后 却没有将弗力莎杀死 临走前还分给弗力莎一邪气 到了魔眼捕鸥的时候 悟空虽然将捕鸥杀死了 但是却让阎罗王安排捕鸥转世 反观打杀戮的时候 如果杀戮不选择制暴的话 或许杀戮还有洗白的机会 因为杀戮的制暴导致孙悟空死了 没有悟空参加的战斗 最终杀戮被孙悟范打死了 所以剧场版中的杀戮MAX不能洗白 也有悟空不在场的成分在内 第四点杀戮太难化了 杀戮的难化程度就像超三一样 仔细看自从魔眼不欧篇结束之后 悟空就很少使用超三形态战斗了 也就打比鲁斯的时候用过一次 再次遇到未来特南克斯时展现一次 力量大厦上也用过一次而已 之后就没见悟空使用过了 原因就是因为超三难化 而杀戮的情况和超三一样 因此难化成为杀戮洗白路上的一道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